文何孟谦新竹报道 一项个人铁娘子形象的高雄市长陈菊 从街头起家个性强悍 不过这次呢 为了市运会的经费争议 当众委屈落泪 而让陈菊掉眼泪的是 这位体委会主委戴霞玲 年轻时也是体育汉将 等于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在高雄开打 陈菊是为了市运会的 2.3亿元预算遭到了删除 为了争取这笔钱 陈菊形容自己 被体委会糟蹋受尽委屈 民进党新潮流大解大陈菊 街头出身个性强悍 带领市府到大陆行销 不怕得罪绿营支持者 但面对市运经费争议 却让他受尽委屈 面对这么大的运动赛事 高雄市政府 大家都做到人影麻烦 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好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我们还在中央 没有支持我们 我们孤军奋斗 还提委会 还这样子的对待我们 还有很多不实的指控 我觉得很可惜 陈菊在高雄市议会议长 和议员的安慰下 心情好转许多 但两天前他开记者会时 却罕见的为了钱 流下眼泪 我拜托所有的市民 跟我聚集会 让他起床 让他交代的感觉很棒 不过我的眼睛 为了争取被砍掉的2.3亿预算 陈菊插去眼角的泪水 但眼看世运即将登场 陈菊忍无可忍 火气爆发 运动赛事没有蓝绿 不能够帮助我们吗 一定要让压缩的 我们走投无路 我们高雄市政府 孤精奋斗 我很难受 我无法接受 两个女人的战争登上台面 陈菊杠上 替会会主委戴霞铃 男被交货互不相让 中天新闻 刘益青 张玉昕 高雄报道